欢迎您新八卦CP to our channel 奇数回归 这样的消息对于庆余年的中粉来说是莫大的好消息 从曝光的信息来看 爆料者名叫花生小生花 IP地址在北京 确实神通广大 曾经曝光过太多影视剧的项目书 所以可信度很高 他曝出庆余年2 将于4月开拍 那么今年上映应该没问题 曾经的网传角色替换的消息可以告一段落了 胡军替换陈道明出演庆帝 陈道明的助手曾爆料陈道明将缺席第二季 当时是因为剧本不合陈道明心意 确实不想续演庆帝 但之后剧本经多次修改 陈道明终于满意 才决定续演庆帝 这下胡军接替陈道明演庆帝 只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了 费启明接替郭麒麟饰演范思哲 传言说 郭麒麟咔位太高 荡漆太满 错过庆于年二 由费启明接替他饰演范思哲 如今看来也是谣言而已 字幕志愿者 杨范思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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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